如果你人生如果错了方向 停止就是进步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 人生如果走错了方向 停止就是进步 你想想看 你如果车开错了 你停下来 是不是不继续做错事情了 你今天在家里 闹啊闹啊 一旦你知道不能再闹了 这件事情跟领导不能闹 跟家里的妻子孩子老婆老公都不能闹的时候 你停下来了 你是不是在进步啊 所以师父现在叫你们停止 你们的贪嗔痴慢疑 你们不贪了就是进步了 你们不恨别人了 你们就是成功了 如果你不愚痴了 你就是有智慧的学佛人啊 因为我们人总是很难改正自己的缺点 人也总是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 我们人看别人的错误一目了然 自己的错误搞不清楚 讲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女友刚刚才呢 和男友在手机上聊天 她说每次和你吵完架 总觉得很后悔 这个男友非常的开心 心想哎呀 他终于知道他自己胡搅蛮缠了 结果女友悠悠了又发来了一句 我总觉得哪里没有发挥好 还没有把你气死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 吵完了又想起来几句话了 但是已经停止了 不能再吵了是吧 难受吧 憋的心里很难受 其实很多人 我告诉你 吵完架觉得 你看我刚刚很多话还没讲呢 要把他骂个痛 听懂了吗 这就是人的智慧不足啊 人的境界不高啊 所以要学博 要懂得 明知错了 就要善罢甘休 所以人要不能欲罢 不能一错再错 所以人要学会把握正确的方向 坚守自己的原则 世界上的诱惑很多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快乐 而付出人间惨痛的代价 希望我们学博人发现错了 马上就停止 所以停止就是进步 吵架吵到一半 马上停止了 你是不是进步了 对不对啊 吃东西吃到一半 我不能再吃了 再吃我会胃痛的 停止 是不是进步了 化妆化到一半 不能停止 画了一个眉毛 这眉毛眉化不行 我的意思就是眉毛化完之后 不要再左来右来 屁屁啪啪再弄了 停止 太过头了 走到马路上 你感觉很好 别人会吓怕的 不能化浓妆 淡淡的 自然的美 所以博法让我们知错就改 又让我们学会忏悔 忏起前前 悔起后果 不学博 你的心里会有两大的悲哀 一是万念俱灰 二是抽出满志 现代人 你想想看多少脆弱 报纸上天天报道 这么多的名人 得了忧郁症 因为这些人从心里 从一个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而且抽搐满志 坚信自己是完美的 你想想夫妻吵架 哪一个不认为自己是对的 如果他以为错的 他就不会再争吵 就是老婆以为他对的 老公以为他对的 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 没有完全正确的东西 所以受了一点挫折 人就会变得极度的自卑 甚至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 所以师父让你们 人必须找一个准确的定位 要享受智慧的乐趣 心是生存的根本 所以要把心好好修好 你就会前途无量